我要的 一定會不會給你們用 我不用擔心 板橋後補地區的幾位里長 放下手中忙碌的工作 趕緊來到實踐國小 跟著新北市議員徵患家 黃俊哲 立委爐執政服務處等人 和新北市教育局 交通局 還有校方代表進行會刊 希望能夠在擁擠的都市空間內 爭取興建停車場的需求 現在就是那個停車場最欠 你看路邊什麼地方都差 現在這個地方就剩下這個地可以開花 每個地方都沒有辦法開花 台北地方停車位是絕對很少的 大家都停來停去 交通混亂 如果能夠地下室 學校地下室 能夠開個停車場 對大家都是有意義的 如果能夠爭取到地下室 那個操場地下室的話 做停車位的話 當然很方便 便利我們這邊附近的里面 你交通也不會那麼勇塞 板橋區停車位一位難求 尤其又以厚浦地區最嚴重 里長們前些日子發起簽名聯署 希望新北市議員增患家幫幫忙 爭取在忠孝國中開發地下停車場 現在則是看中了實踐國小 希望市議員增患家 聯合另外一位市議員黃俊哲的協助下 讓厚浦地區出現新建停車場的一線曙光 因爲我們這邊的老舊的設計比較多啦 所以沒有說完善的規劃 大部分都是沒有停車場 有車沒有地方停啦 不要說那個那個叫車沒地方停 連八德車都沒地方停 所以有一個停車場讓我們來使用 是我們真正的那個效益 我們很希望說學校市政府這邊 能夠幫我們完成這個周邊 所有大家需求的需要 實踐國小民國76年創校 校內沒有地下停車場 距離社區又近 再加上厚浦地區沒有適當的公園 或是其他用地可以作為爭取停車的空間 里長們看中轄區內各個校園 一方面為學校爭取校舍的改善計畫 一方面爭取停車場 創造雙贏機會 中央新聞林立如李嘉豪 板橋報導